咱这么说吧,沈阳的老年人真的是有福了 今年,沈阳居家养老服务将为城乡低宝 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中的高龄、失能、残疾等特殊困难的老年人家庭 实施地面防滑处理、住育设施改造、护理床配备等等这种适老化改造项目 在全省率先实现了适老化改造社区的全覆盖 而且还是要开展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扩面项目 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以及特殊困难的老年人 按照能力来评估等级 每个人每个月免费提供理发、住育等3到45个小时不等的专业化上门服务 每小时政府给补贴30块钱 实施智慧居家养老场景推广项目 为有志愿的老年人家庭安装远红外监测、应急呼叫等等的智能化设备 根据老年人的需求提供摔倒应急、救援跟踪、陪同就医等等的服务 今年沈阳还将启动品质养老进社区进村屯三年计划 实现386个社区和431个村屯达到品质养老创建标准 通过建设社区食堂开放养老服务机构餐厅 开展老年餐厅集中配送等等的形式 为咱们老年朋友们提供就餐、送餐、订餐等等的服务 打造老年人住餐点300个 以后咱们叔叔阿姨们吃饭的问题再也不用愁了 这不开春了吗 你看我穿的都是樱花的颜色 又到了这放风筝的季节了